不會 貼身符 回來 可以站起來 站起來自我做 你站起來 你站起來 站起來 你站起來 你站起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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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站起來 站起來 漂亮 漂亮 摸摸 有了 你先給他就好 可以 謝謝 你剛剛當熱酒了 來 擦一下誰 謝謝 露露 露露 貼身符 回來 這樣比較好看 其實我們這個店是這樣 我們這個店對人情對不對 是 一進來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自我介紹 請問你三位 自我介紹三位 不是介紹名字嗎 好像有 秦秦自我介紹 你好像真的有點矮 可以站起來 你站起來 站起來 你站起來 真的 三個是32 1 2 4 然後33 32 一路往常 請問一下你的新作是 天瓶座 天瓶座 我們是這樣 我們開店 我們都有一個地溜感 有時候你看 剛剛他們差不多一進來 我就發變 對 他有一個 你是不是有什麼煩惱告訴我 鬧事跟心事 我其實來這邊有點吃不太瞎 是真的 怎麼會這樣呢 那你那壺先乾了嘛 為什麼有什麼心事跟我們講 因為我最近其實在面臨 我想要轉職 想要轉職 你本來是 我本來是一位 你本來是 我本來是一位理想護理師 護理師 我跟妳講 護理師很辛苦 太累 我知道 而且都要值大夜班 因為我兒子也是護理師 我兒子護理師啊 你要值護理師 我媽媽也是護理師 真的 你亂真的講 真的啦 哪個學校的 日本的 媽媽 我兒子 我兒子 我兒子是她的護校的 妳們兒子是她的護校的 妳們兒子是她的護校的 妳是 哪個學校 是新生意專的 好 坐下 妳可以站著 沒關係 妳坐下 請問一下 就是說 妳本來做護學做一做 做幾年了 我在臨床做了九年左右 九年了 這什麼原因要轉職呢 因為其實現在醫療的大環境 其實都差不多 不管是面對病患的一些要求 還是抱怨 然後家屬一些很無力等等的 現在環境真的不是很好 對 然後加上輪班的工作責任制是 班別很不 不規律 對 然後也很不公平 對 不公平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菜鳥都要輪打野 不是 我覺得現在社會很奇怪 像以前 我們到了醫院 看到醫生 看到護士 我們都是很尊重 對 就是說請問一下 沒錯 護士小姐可不可以幫幫忙啊 對 那現在好像把護士 對 應該的 對 常常一句都說 小姐 拜託你那什麼態度啊 我也有繳健保費 不好意思 我也有繳健保費 誰沒有繳 誰沒有繳 對 老實說 他沒有 我沒有 沒有繳健保費 他不自費 他為什麼不繳健保費 因為他還不能拿到 他還不是 他沒有 他只是找到一個服務台 在我們在那邊 沒有 剛來嘛 馬上就要了 他現在一心要進入我們這個台灣 不容易啦 不容易了 對啊 不會 不然是因為我長期都在輪搬 輪業搬的關係 所以我身體出了很大狀況 生活作息會亂掉 不是 你沒有看過一個新聞嗎 那個護理人很辛苦 打著點滴在那個護理台那邊 看過 看過 睡覺然後又是 點滴自己拔來拔掉 這是真的 我們都是這樣子 好辛苦喔 你那時候整個身體的狀況 是怎麼樣轉變 就是我曾經有一夕之間 然後我的牙齦這邊全部都潰瘍 然後因為之前也有 學姐也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們 有在吃檳榔嗎 不是 你牙齒不是太累吧 太累了 年異性很好 年異性很好 跟我一樣 然後所以最後我才一直思考說 我想要轉職這樣 你這樣做了九年 你想要離職 你應該考慮很久 我考慮很久 總有一個方向 想要轉職做什麼 對啊 其實有參考了很多的職業 那也有很多 之前很幫助我的一些前輩 然後有給我很好的一些職缺 或者是薪水也都還不錯 但是我不想要脫離醫療 或者是護理這個行業太遠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但是後來就經緣還滿巧的 就是有一個 營養結合運動的產業找上我 那因為我本來就是 減重病房的臨床護理師 我都是照顧很大公斤數的病人 你照顧過小哈對不對 太大了 比他還要再多 小哈一百多公斤 我的經驗曾經是 照顧 一百九 對 那怎麼 你怎麼搬 一百九 你幾公斤 我現在才五十七 五十三個你 四個你 快四個 那你怎麼 然後我又這麼小隻 對啊 真的 連大人生真的都沒辦法 最弱他們有很虛弱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用扛的 對 用扛 對 用扛的 肥胖也其實影響了真的 很多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要 沿用我的醫療專業 結合減重的這種專業 然後幫助更多人可以改善 因為肥胖 然後造成了健康的問題 這樣 你可不可以當諮詢師呢 譬如有很多人來請教嗎 是 譬如我怎麼吃啊 我怎麼吃啊 其實那都是我過去的專業 營養師啊 那這樣怎麼算 賣便當啊 幫人家調那個卡羅里 對 你說一個便當 多少錢啊 譬如說你有輕微的什麼 糖尿病 我幫你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是飲食 對 或者說這個吃飯 你有長期不付錢的習慣 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要怎麼辦 這個就是要讓你自己有錢 所以你們嚇一些藥 打斷 打斷 推打斷就對了 這麼恐怖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有些東西它會囤積 對 就是有的時候你吃的東西是很健康 而且不會瘦 你可以很放心的吃 這也是要經過營養師來跟你講 吃得很健康那不會瘦 對啊 平常臭米飯去吃很多 它都不會讓 不會肥啦 你剛剛講不會瘦 你剛剛講不會瘦嗎 對啊 你剛剛講不會瘦嗎 有的時候你吃的東西是很健康 而且不會瘦 你可以很放心的吃 這也是要經過營養師來跟你講 不會瘦喔 不會瘦 是不是 年紀答案 有些東西可以盡量吃 但是不會胖的 風度很好 對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走這一走 因為現在 雖然說台灣男女肥胖越高 可是現在健康的那種觀念 越來越好 越來越深 你看這幾年 其實在台灣運動的風氣 是越來越深 一直突破以前 對 可是很重要一點 他們沒有管到更認識如何健康 其實外面的減重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門 對 可是錯誤的方式也有很多 對 然後還有錯誤的觀念也很多 大家都不重視吃 然後其實在怎麼運動 其實都是一樣 對 其實吃跟運動是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 沒錯 一定要的 對 不要再找我去吃了 吃要吃對啦 不要吃太油啦 對 健康一點的 健康一點 那我就了不起 瘦 我就吃不胖的 你不是 你是餓壞了 是真的吃不胖的 真的吃不胖 你要看醫生啊 你要身體應該壞掉 像這種吃不胖 吃不胖是怎麼辦 可以 它是吸收不好 對 吸收不好 因為我們專業你就是小腸絨毛膜出了問題 對 彈大腿 這種絨腸 有一個小偏方很棒 你一定要去吃 什麼 要吃三個月會怎麼樣 會就好 就好了啊 這樣好嗎 非常營養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你現在真的有辦法轉職成功嗎 亂講 其實我覺得 當然啦 減重 自己的毅力最重要 對 再來就是 其實很簡單 你到底想不想瘦而已 你想瘦 你就會比如說你跟我講吃什麼 我就會想到這樣吃 對 如果其實你只是 只是為了敢留下 講一講 對 講一講 我為什麼要找你這個吃對不對 今天我們去偷吃一個什麼 還不是一樣 對 吃紅燈對不對 要見看能不能 不好意思 怎麼今天怎麼都蠻那個 我講到昂晴的嗎 對 當然有提到 不是 因為現在秋天 我剛好提到 是 他這麼敏感 對 不要那麼敏感 不能到秋天都不能聊了 對啊 有點奇怪了 不過這樣好不好 希望你常來 好 那我們就 一有任何 有任何一些 這個思想上的一些煩惱 對 我們馬上幫他解 這兩位 一通電話 我們都很需要 需要減肥 馬上就出現在你家 需要一起運動 嚇死他